如果你真真正正爱一个人 爱的是什么 爱的是他的全部 爱这个人的灵魂 爱这个人的肉体 爱这个人的容颜 爱这个人的所作所为 爱这个人的所有一切 这叫灵魂伴侣 这叫双松火焰 这叫真爱 他做什么你都爱 这叫真爱 是爱他的全部 如果你对他有要求 那就不是真爱 那叫有要求的爱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只会想你能够为他付出什么 而不是从他身上得到什么 这就是真爱和假爱的区别 写上付出是因为真爱 索取是因为假爱 付出是因为真爱 就这个人之所以愿意付出 是因为这个人是真爱这个人 对吧 这个人之所以去这个人 真要索取就是因为假爱 所以在座的各位 一定要记住 真的就是一个字 就是爱 我们是因爱而来 到最后也会因爱而走 是因为父母之爱 今晚结合产生了你 换句话讲 我们人活着的唯一功课 就是什么 找到爱 成为爱 活出爱 当你真真正正理解 爱这个字的时候 你才叫活着 一个人活着的至高境界 就是在一个爱的地方 找一个爱的人做爱的事业 爱是什么 写着 爱就是你的轨道 为什么那么多人 喜欢听周老师讲话 为什么周老师的视频 能够点距离突破七个亿 为什么周老师 通往几个亿的粉丝 很简单 就是因为周老师 一开口就给别人希望 就这么简单 人是因为心而活着 在周老师这套理论里面 人人皆可成功 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成功 你知道吗 我们是被造物主造出来的 开玩笑 上帝不会制造垃圾 那换句话讲 我们是神造出来的 你告诉我们 我们有没有我们的用途 周老师这套理论就一条 人人皆可成功 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用途 只是因为你没有找到 自己的轨道 仅此而已 接下来我给你们讲一个 非常非常壮的问题 你们现在不是碰到 很多问题吗 对不对 两性关系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不对 写上一句话 问题就是答案 你遇到了一个不爱的人 你才知道你爱什么样的人 这这样讲话怎么听到 上帝让我贫穷 不是为了让我贫穷 是为了让我战胜贫穷 一转身帮助那些 跟我一样正在经历贫穷 折磨的人 这问题既是答案啊 朋友们 想成为伟人非常简单 跳出这个时代 需要的一定不是一个企业家 需要的一定不是一个商人 因为这个时代 不缺企业家 不缺商人 而这个时代 需要像老子这样的人 像孔子这样的人 像王阳明这样的人出现 所以我要成为这样的人 就这么简单 当下这个时代 未来三十年 五十年八十年 不需要一个企业家 不需要一个商人 但他需要一个开悟觉醒 的人引用 众生开悟觉醒 所以周老师准备做这件事 我们当下价值观紊乱 你知道吗 价值观紊乱 需要一个像孔子这样的人 需要一个像王阳明这样的人 需要一个像老子这样的人 所以周老师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不要小看我 就是爱这个事业 你心里的没有 给我写上 周老师的梦想 真正的梦想 今天现在给你喊 让一家中世界 财富自由 身心富足 那是我公司的梦想 那不是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什么 写上 众生 各归其道 自行其事 自行运转 这个境界 这个客举 我们会碰到很多问题 情感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 身体健康的问题 我们碰到各种各的问题 我们都在找答案 我们都想解决 但是我们解决不了 就一句话 全力解决 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爱 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什么叫 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人家为什么这么对你 你出门遇骗子 我出门遇归人 那就是你的问题 是你的能量吸引的 是你的磁场吸引的 所以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这个世界里永远无法改变别人 你只能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就改变了世界 不管你多成功 都会有人骂你 都会有人拖你后腿 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爱 是一切问题的答案 所以在座的各位 找一个爱的人 做一个爱的事 这就是人生 周老师最喜欢的 其实是江泽雅 一人不救 可理救藏生 心怀助身 当你心怀助身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努力 从那天起 我写下一句话 一人不救 可理救藏生 这就是江泽雅 我管你真神假神 做自己 成为一个真正的神 这就是江泽雅的主题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通过自己的双手 来创造出你自己的人生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实现自己的梦想 可以实现财富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学了财商 只要你懂得了 如何去创业 如何去投资 只要你活出了自己 原本去逐的那种状态 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 之所以不可以 只是因为 你什么都没有 你没有学过 你没有法 我的初心是什么 是为了帮助 曾经跟我一样的人 所以我的顾客是什么 我的顾客是 不管你今天是个家庭祖父 还是个一丸符号 还是个普通的小微商 还是个普通的代理 都不重要 哪怕你是这个顾客 哪怕你今天一无所有 只要你有梦想 只要你想光中药主 你就有资格 成为周老师的学生